阿波羅新聞網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烏克蘭反攻擴大戰線 襲擊制俄境內 美中不脫鉤前提 沙利文暗示北京得願意合作 繼前艦後嚇阻再升級 美軍考慮B2B52定期部署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4月30日 星期天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烏克蘭反攻擴大戰線 襲擊至俄境內 俄羅斯布良斯克州州長亞利山大伯格馬茲30日指控 幾枚烏克蘭導彈擊中了距離俄烏邊境約10公里的俄羅斯村莊蘇澤姆卡村 此前 烏克蘭還被指控出動多架無人機 襲擊克里米亞的一座俄軍燃油庫 烏克蘭對此指控不作回應 據法新社今天消息 俄羅斯布良斯克州州長周日說 在烏克蘭對靠近烏克蘭邊境的一個俄羅斯村莊的導彈襲擊中 至少有兩人死亡 布良斯克州州長亞利山大伯格馬茲在電報群說 由於烏克蘭人造成的打擊 兩名平民不幸喪生 他報告說 一棟居民樓被完全摧毀 另外兩棟房屋被部分摧毀 週五 俄羅斯的數枚巡航導彈襲擊了烏克蘭的幾個城市 造成26人死亡 這是自3月初以來的第一次大規模襲擊 而在週六 在烏克蘭宣布春季公事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後的一天 一次無人機襲擊 導致莫斯科在克里米亞的一個油庫發生大火 據法新社稍早稱 由俄羅斯佔領的烏克蘭南部 新卡克夫卡市政府29日報告 該城市遭到烏克蘭軍方猛烈炮火攻擊 電力遭到切斷 由俄國扶持的新卡克夫卡市當局 在社區媒體平臺Telegram發文說 新卡克夫卡市和周邊城市正在承受來自烏克蘭武裝部隊 非常猛烈的炮火攻擊 新卡克夫卡市屬於烏克蘭南部赫松州 受到俄羅斯控制的部分地區 位於俄軍已經撤出的首府赫松市與蒂涅伯河上游 新卡克夫卡市在俄羅斯於2022年2月24日全面入侵烏克蘭的第一天 就落入俄軍手中 市內有卡克夫卡水電大壩 是俄軍發動攻擊頭幾個小時內就拿下的戰略目標 美中不脫鉤前提 沙利文暗示北京得願意合作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週四表示 美國並不是要與中國脫鉤 是想要降低風險 但他也指出 降低這種糾纏關係風險存在的複雜性 這也是公司和投資者現在面臨的挑戰 美中關係不斷惡化 兩國越來越多地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看待彼此的關係針鋒相對 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多次強調國家安全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的最新對華演講也提到 國家安全優先於經濟 商界處於地緣政治關係的前沿 最新的美中商會調查顯示 平均每10名會員中 近9名對美中關係前景表示悲觀 在華盛頓特區布魯金斯學會的一次活動中 沙利文強調 美國並不是在尋求與中國的對抗或衝突 但也暗示了對目前關係的不滿 他說 管理競爭最終需要雙方都願意 需要一定程度的戰略成熟度 即使我們在競爭中 也必須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 沙利文強調 美國無意切斷與中國的貿易 他還引用了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最近的說法 我們贊成去風險和多樣化 而不是脫鉤 沙利文還補充說 出口管制仍將狹義地集中在 可能是軍事平衡 發生傾斜的技術上 我們只是在確保美國和盟國的技術不被用來對付我們 沙利文還引用了耶倫部長上週對華主題演講的內容 美國可以捍衛自身的國家安全利益 有一個健康的經濟競爭 並在可能的情況下 跟中方一起合作 但中方必須願意發揮自己的作用 沙利文說 中國這個龐大的非市場經濟體 已經以一種構成巨大挑戰的方式融入了國際經濟秩序 他說 美國已經對最先進的半導體技術出口到中國實施了限制 其他盟友和合作夥伴也在跟進 但他否認 這些針對性的措施是北京所說的技術封鎖 沙利文說 不針對新興經濟體 只專注於一小部分技術和少數打算在軍事上 挑戰我們的國家 經濟一體化並沒有阻止中國 在該地區擴大其軍事野心 也沒有阻止俄羅斯入侵其民主鄰國 這兩個國家都沒有變得更加負責任或合作 他說 他還提到 在中國的經濟體系中 很難找到軍用與民用之間的界限 因為共產黨也掌控著私營企業 這就是拜登政府實施對外投資限制的原因之一 沙利文還提到另一個重點領域 關鍵礦物 這是清潔能源的未來骨幹 中國加工了全球80%的關鍵礦物 而美國僅生產全球4%的鯉和13%的骨 而且鑷和石墨的供應是幾乎沒有 這些都是電動汽車需要的 沙利文說 美國也在考慮建立一個關鍵礦產俱樂部 這是一個與盟友一起進行礦產採購的買家俱樂部 沙利文也提及 美國將採取小院高牆來保護基礎技術 確保下一代技術為民主和安全服務 而不是被用於作對 沙利文表示 美國的目標不是退回到自己自足 而是與盟友合作 打造更能抵禦自然災害 地緣政治衝擊 或來自中國等國的經濟脅迫的供應鏈生態系統 繼潛艦後 嚇阻再升級 美軍考慮B-2 B-52定期部署 在美韓兩國領袖聯合發表華盛頓宣言 讓美軍戰略核潛艦將隔40年後將再度部署於朝鮮半島後 美國空軍高層27日表示 目前也正考慮要將戰略轟炸機的部署常態化 進一步加強對朝鮮的嚇阻力道 日經亞洲28日報導 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維巴赫上將 在27日接受專訪時 指出目前正在研拟相關計畫 他表示 相較於5年之前 朝鮮武器試射的成功率已有顯著提升 代表其研發能力正在不斷精進 因此造成的威脅日深 在4月中旬時 朝鮮官媒曾報導 軍方進行了使用固態燃料的火星18洲際彈道飛彈試射 維巴赫指出 這顯示朝鮮已由液態燃料短程彈道飛彈的研發 邁入更為先進的技術階段 我們當然都看在眼裡 因此 維巴赫表示 作為美軍反制手段的一環 未來 戰略轟炸機在朝鮮半島周邊或半島空域之內定期執行任務 甚至降落在朝鮮半島都是可能的方案 且目前有部分任務已持續進行中 除了對朝鮮形成嚇阻之外 B-52同溫層堡壘與B-2幽靈等具備掛載核武能力的戰略資產降落在韓國基地 也能夠對民眾展現出美軍打擊能力 維巴赫也表示 在他的構想中 希望能夠進行美日韓三方空中戰力的聯合演訓 使美國與東北亞盟邦之間的行動默契能有效提升 雖然日韓之間仍有待解決的課題 但他認為 在我看來 沒有任何問題能夠阻止三國之間的合作 感謝您的支持 贊助和留言 請您訂閱並傳播我們的頻道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那邊沒有黃標和紅牌的問題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乾淨世界》